大家我是霸主 今天来说一说 监狱里不仅仅只有剪肥皂的电影 同居老友 杰克是一个 除了好事什么都干得出的街头小混混 在他八岁的时候 因为偷了一张彩票 被法官判醒关键的少管所 在里面度过了七年的美好时光 七年的成交生活 使得他更加的叛逆和社会 新版释放出来之后 就搞起了大家结社的专职 只是第一次干这种 拿命换钱的除重活 没有任何的经验 结果又被法官判了四年 后来出狱之后 又干起了老本行 又爽若左判了好几年 直到第三次处于释放 杰克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老大不小 该好好规划一下 接下来的人生路才行 于是他决定报复法官 谁知道法官在三天前 已经去世 后来意外得知 他还有一个儿子卷夫 于是杰克找到卷夫 弄掉了他的哮喘药 害了卷夫并把他跑到药店 被当成了抢劫犯 检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 证据确凿 卷夫被了不向董事会的人求助 卖和董事会的人 早已经受购了他 直接罢免他的职务 推举了另一个人做主席 就这样 卷夫成功入议 背叛无奈 但杰克就怎么也开心不起了 他还没有享受到 亲手折磨对方的那种快感 一次两个家伙上门想买大马 杰克一闻就闻到了 他们身上的条子味道 此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故意卖货给他们 这样他就会顺利被条子抓住 顺利被判刑 顺利关进监狱 最后顺利折磨卷夫 直到扑开 想想都好激动 因为是监狱里的老书人 杰克争取到了 和卷夫同居的机会 人生第一次来到监狱坐牢 卷夫有点哑巴吃黄脸的感觉 毕竟对监狱的印象 孩子停留在监狱风雨 事实上 这里也确实是风起云涌 狱警和帮派大佬什么的 也不是好惹的主 尤其是这个百人大佬朝野 连狱警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心情不爽的时候 就杀杀人搞搞事什么的 卷夫初来乍到 不懂规矩 向狱警供出 是朝野在搞事 结果当然是 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因为长得还算是干净百分 黑人大佬斩胖 看上了卷夫 主书卷夫已经名花有主 是杰克的人 杰克表面上跟他称兄道弟 罩着他 安地里却串通老友 不断地整骨他 这也是他进监狱的唯一目的 自从第一次见到卷夫 斩胖就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还开出高架 从杰克手中买了过来 别看斩胖深情膨胀 一副坏人的样子 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有浪漫情调的人 两人又是品酒 又是听歌的 一看就是小两口 洞房之前的流程 那一夜 两人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只是简单蹭了一下鼻子而已 就这样 卷夫成了斩胖的人 之前因为跟朝野有一些误会 卷夫就为黑人帮派了神费 向他表达了歉意 朝野进他四条汉子 顺带修理了一下他 卷夫不想再和黑白大佬 扯上任何关系 被杰克怂恶 去金兵市关了几天的时间 这几天 差点没把他搞到神经兵 出来之后 又被杰克的一句话打击到信息 从狱中搞到一纸要紧 打算自杀了结自己 朝野以为这是海盘店的东西 朝自己扎了下去 结果下一秒 就去了上帝那里 卷夫也因此得到白人帮派的拥戴 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大佬 而杰克的复仇计划 也变得愈发困难 没想到几个月前的菜鸟新人 竟也成了卷狱大佬 看了杰克十几年的监狱生活 算是白混了 更加可恶的是 卷夫还升级到了假事 这是杰克完全无法预料和忍受的 于是搞了一瓶放药的饮料 搞晕了他 并在他额头上 写了一句纳粹的标译 结果卷夫的假设被拒绝 结果侧才说出 他法官老爹的事情 预计这两人这么喜欢练筋骨 干脆让他们单挑干上一家 顺便也弄一个赌局 丰富一下大家的越狱生活 结果两人胜负不分 都倒了下去 事实上 卷夫并没有死亡 那个死亡要尽 只会暂时让人家死过去 而这一切 也只是杰克和卷夫越狱的计划 两人串通好 假装又要寄搞死对方 最后再从棺材溜出来 后来卷夫和张胖混在了一起 当然还有杰克 三个人过上了激情 满满的凶贵生活 看法公 我只想说 一部监狱题材的喜剧电影 各种恶搞好笑料 充斥全片 非常适合一家大小观看 尤其是心情不好 幽闷的时候 绝对是片单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部欢乐喜剧